大家好,這邊是RPS的狂比 為你獻上白貓的最新情報在此 平均兩週就會有新情報的白貓 這次也更新了最新情報啦 2500日紀念 龍族敘事恩仇之龍的角 看起來跟先前的 蒼空的龍騎士相關活動呢 那麼,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慣例的先介紹角色開始 這次有四個新角色入食呢 第一位當然就是我們的最重要女主角 雪拉登場 這次的雪拉7.0 搭配龍騎強化回歸光鼠的龍騎職業啦 理論上會是重點觀察角色 聲優的雨冬天這次也上了節目 最出名的角色當然是我們的笨蛋女神阿克雅 另外也有七大隊的女主角 伊莉莎白出租名謠 嘴緣千克,非常有名的聲優喔 技能部分 S1原地的帶演出範圍 閃爆攻擊 需冷卻時間 發動完畢之後 會有強化龍騎的龍之吐息效果在 S2則是移動可能技巧 以及跟著三發的範圍爆炎彈 之後就需要靠這招阻力移動打怪 好像沒有很順 角色的特徵部分 傍晚S1可以增加龍之吐息的範圍跟威力 就用這招殲滅敵人吧 同時也有補助我方的Buffer效果 雪辣這次也是萬能萬能的優 第二名角色則是我們的阿薩克 新登場令人好奇的角 應該會是此次的關鍵角色 這次是暗屬性的龍騎角色登場 深憂石川借人 有名的角色為一拳超人的傑諾斯 以及健身少女 充滿特色的健身教練 接熊明爆 看的時候常常噴茶呢 技能部分 S1是移動可能的二連斬擊技巧 斬擊完後會展開特殊的範圍立場 被此立場攻擊到的怪物則是會被上上 置之爪痕狀態 S5則是以自己為中心的大範圍龍捲風攻擊 同一時間被上過置之爪痕狀態的敵人也會受到傷害 這招收裝時間短 連放應該可以造成大傷害 角色特徵就是剛剛提到的S1上爪痕 S5追擊另外等級150級 追加新狀態會浮空增加龍騎的安全性 配襯這時候多多將敵方都上上爪痕 第三名登場又是初登場 帥氣大姊姊高歐希 火屬劍士 這種帥氣的大姊姊也很吸引人了 論第一眼印象我比較喜歡她 聲優色谷紫希 比較有名的作品為星光樂園的陶勒斯威斯特 也期待她的後續發展喔 技能部分 S1天勇鯨魚 短距離移動可能的光線砲攻擊 會噴出一堆火屬性的金魚跑出來 看起來不會有趣 簡單明快呢 S2則是珠蓮華移動操作的斬擊噴發火焰刀攻擊 打到敵人還會造成同種類敵人的追擊效果 類似彈珠的傳染效果 新招呢 期待實際上打起來會是如何囉 角色推薦就是S2的傳染效果 達到同種類的敵人會追加攻擊 若是場面上有很多長得一樣的敵人的話 很期待效果會是如何 或許是意外的黑馬也說不定 第四名角色也是出陣場 貝魯拉恩又一名帥氣的大姐姐 雷屬性的雙刀角色 聲優名版聰美 最出名的角色應該是煉金出世 梅露露斯林 雷蒂阿魯茲 在很多代的煉金出世都有串場 也期待在矮貓內的表現囉 技能部分 S1是霹靂版產生兩條極力強坡 並產生範圍立場 可攻擊靠近的敵方非常簡潔 S2則是向前方放出慢慢移動的範圍炸彈 幾秒後會爆發 產生廣範圍的攻擊 角色特徵 S1的範圍立場會因為攻擊斷數而強化 所以此角色適合展開立場 衝到最前線去保護大家喔 問題是現在大家連箭都衝最前面了 另外這次值得一提的就是龍騎士的強化啦 針對龍騎有兩個強化點 讓我們來看看吧 第一個是150級的特殊動作 消費極限爆發值可以飛上天空保持一定的無敵狀態 然後落地的時候是集氣狀態喔 可以馬上發動技能的啦 另外一個則是龍之吐息的強化 長壓之後的吐息限制時間廢止 現在可以無限地邊移動邊吐息啦 祝到你高興為止啦 故事部分 在不法之徒聚集的島嶼等待著雪拉以及龍 以弗雷亞的是一角龍以及他的騎士阿薩克 想這或許這就是傳說中的宿命吧 雪拉與他的協力者高歐西 被魯拉恩一起遠離清空 向敵邁進 好的 看起來會是比較嚴肅的故事 日以中也有雪拉倒地的畫面 實際上會是如何呢 就等開戰分曉 當然每次的報酬都不會少 赤品 貼圖 焰烏石板稱號也都會有 這次的石板是要靠連線任務取得與練滿 大家也請加油 特殊課金包也登場啦 有角色避重券 不包含此次活動的 各種要掏你的荷包的包都有登場 也請大家斟酌使用的啦 2500日紀念 一樣會有送石頭以及各種素材任務 大家有空也記得一併親親喔 好的 那麼這次情報也就到這裡結束啦 期待大家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囉 白貓也2500日呢 不知不覺都快7年了 讓我們繼續期待7周年的到來吧 祝福各位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zach對那就 명通訊 去 newer community Bau安靜 輝術 呻